哈囉大家好 我是拉斯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那今天的影片要介紹的是 天天節手遊的訊息 八大的新英靈上線 甘度消減 終極測試所有改動信息一覽 嗨大家好我們是子龍工作室 甲子 除舊粒 除羊粒嗎 這是叫羊 轉瞬歲月儀 數月不相見 再見是新年 據上次幽黄測試已經過去兩個多月 各位少俠久等了 在這段時間裡我們並沒有一絲一毫的鬆懈 在對遊戲內容進行擴充的同時 也對遊戲進行了大量的優化與調整 後文中將為各位少俠一一介紹 忠心希望本次終極測試能夠給各位少俠 帶來全新的體驗 那我們相約 終極測試 闖蕩 別樣 江湖 新劇情新挑戰 本次終極測試 我們對主線支線 十字器內容進行的完善與擴充 主線劇情有 19張擴充 主角阿良等人將繼續在地界探尋環神九三的秘密 他們將遭遇什麼樣位置的險境 還請少俠親自前往遊戲內體驗 十字器劇情有 5張擴充 7張 等於原作 有整換進入中 一行的返回河洲鎮 下侯以家巡迴第五塊科盤碎片的故事 各位少俠可以親身前往回味那一段過往 新副本 新增藝文挑戰副本 劍論九週 各位少俠可以前往挑戰天地劫世界中的各大門派 獲取利電丹 一再也不怕利電丹不夠吃的 喔 終於 這點利電丹的確不夠吃 本次測試過程中 還會將開啟全新的限時藝文副本 此部分內容會 在活動開啟前同步給大家 回席功能上線 新功能 逆時 逆時 索克 俗身回旗 終於上線啦 使用後可將戰鬥 正在恢復 使用前的那一次行動之前 雖說謀定而後動 但有了時鈍之力的幫助 少俠們的冒險之路 必定更加順利 這個以後 這個東西以後是不是要有錢啊 哼哼 好 新英靈 本次中期測試 新增以下的英靈 在之前大師的影片就有介紹 八位了 那這邊就是 重新再 講一次 靈動 記憶景的小狐妖葉明龍 是御風的職業 活潑可愛的小師妹 易寧華 俠客 博學多彩的神雀宮 前任哉女 司徒英 是助遊 喔 光屬性的助遊 前任天玄門 掌門英鳳人 是俠客 嗜邪之役的煞任高氣 鐵位 葉明龍之師 念明龍之師 太淵隱逸 是助遊 水屬性的助遊 是俠客門大地址 高士金 俠客 我很期待高士金的無論攻擊 高士金的無論攻擊很帥啊 靈運同理尾勝 每個英靈都有獨一五位的 專屬天賦 相信這些新一年加入一定可以成為少俠冒險之位 上的強大助力 但是如果這次會玩到 第三次封舍的話 老實說 這八位啊 1 2 3 4 5 6 7 8 我比較想要 玩到高士金跟英鳳人 我在想 TopTop上面應該 可能6日或是下禮拜會介紹 高士金跟 英鳳人的那個 人物情報吧 好 再來 英靈的調整 優惠戰之後 我們針對英靈平衡性的問題 部分英靈特色不明顯的問題 進行大量調整 各別英靈進行的重新設計 詳細的調整內容在近期已經陸續發出 更多細節變化大家可以在版本中進行體驗 由於上官員 子豐 劍邪 仙允超 還在調整重製過程中 本次測試將無法與大家見面 我們會盡快完成相關的工作 大家可以持續關注後續公告 基本上上 上官員 跟仙允超 子豐我那個時候是有抽到 然後 第二次封測我有抽到 然後給上官員跟仙允超的評價就是 廢角 可惜他們在原作有這麼強勢 所以他們這次有做改善 算是 有聽到玩家的心聲 那關於劍邪陰千陽的部分 我是沒有抽到 不過其他玩家是說 劍邪的 能力太差了 多差我是不知道 那 看起來是有做 有些把一些角色做調整 然後像音色 音色也是有做調整 從SR變到SSR 好再來 養 養成的優化調整 調整各個養成系統 開啟的節點 令遊戲養成更加舒適友好 核心調整如下 魂石系統 刪除對部分英靈無效的魂石屬性池條 如 冰克 鹽三等 保證魂石的每條屬性 都對英靈有不同的爭議 同時調整 同魂效果 一些新增的同魂效果 會在戰鬥中發揮奇效 武裂系統 新版本中 英靈組內 提升將不再消耗運魂 唉唷 以免少小在遊戲前期提升府內 導致英靈冰淚養成縮寫 兩條府內也將有 更明確的攻防屬性區分 少小可以選擇自己 新年的府內 來解鎖英靈技能 強化最英屬性 唉唷 所以可以不用再消耗運魂 就可以提升 能力了 我們到時候看就知道了 根據大家的反饋 考慮到玩法的理解成本和便利器體驗 將鑽英系統調整為飾品系統 提供了共150種 用於不同部位的飾品 給玩家提供豐富的組合搭配空間 原有的複雜的鑽印配方 精簡成8種飾品配方 烈化配方需要 材料總得也大幅簡化 喔 喔 了解 成本跟便利性嘛 不然就是太多 以及太多東西了 養成更輕鬆 目前五列材料 及 極深精化材料的數量 和類型 按照玩家反饋進行的消解 令養成更加輕鬆 喔 太棒了 養成更便捷 新版本中可以在養成界面 直接掃蕩 或者掃蕩 掃蕩 直接掃蕩 這個很重要 或許跳蕩也更加智能 減少在一年養成 平凡跳蕩的情況 再也不用經常看到黑龍的Loading圖 或許 或許途徑上有位關卡增加編號 OK 這很重要 再來 節奏優化 新版本中 我們適當 加快了前期 前期加速內 內容放出的節奏 同時持續減少需要重複 通關的關卡 對時間的消耗 核心調整圖下 再次提升優化戰鬥結算及獎勵領取的動畫播放速度 加速戰鬥 功能提前到空關主線0到4 喔 OK 關閉動畫功能提前到主線3-1 一文每日掃蕩從80到12 太棒了 再來是 各類應用性調整 每日任務中 添加前往的功能 可以直接前往該任務的對應玩法界面 部分功能支持一鍵領取 這個很重要 一鍵領取 之前只要一個一個一個點 包括每日任務 獎勵領取 郵件獎勵領取的 增加自動戰鬥設置角色行動順序選項 喔 少俠可以在開始戰鬥前 配置上陣陰影的自動戰鬥行動順序 讓自動戰鬥真正省力省心 魂石 應用性調整 增加魂石推薦 強化童魂展示 方便各位少俠快速選擇 細化的魂石排序功能 當前支持的入手順序 等級類型秀度 魂屬 幾種排序方式 少俠可以在更快 便捷裡找到你所需要的魂石 商店增加了批量購買的功能 直接輸入 購買的數量就可以了 針 然後針對組隊網家的交貨進行優化 增加再次回到隊伍跟動人 方便好友兼持續組隊遊戲 美術優化 新增色彩輔助模式 開啟後將會調整部分核心圖標的顏色 喔 好 優化地圖的特效跟展示 替換了大量英聯技能圖標 更加清晰 辨識度更高 我們還進行商訪進行重新整修 商訪進行重新整修 再來其他優化調整 三合制任務精簡 夢境怪堂 通關後可以重複挑戰了 可是重複挑戰會有 有 獎勵嗎 不知道 對全面屏 機型 更細緻的 適配 幻境自動戰鬥 當前支持5回合 後 一鍵跳過戰鬥過程 直接顯示這樣 喔這個很重要 要不然都要一直 一直打太那麼時間了 直接按贓做結果就好了 所有副本挑戰失敗不消提 喔這個也很重要 有皮膚有限 不能加上所有努力在此為你陳述 好 那1月27號終極測試 前晚 遊戲提煉 我們增進其他給各位少俠的到來 雍劍應月 微君靈 楊索 龍劍 幽承穎 遙斯 舊 日 欸這是舊 還是羊 應該是羊 羊意 舊意吧 舊意皆如患 萬里黃沙待前行 歡迎各位少俠將本次這次中遇到的問題與意見 隨時訪問給我們 願天地節優成在臨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越變越好 好了 那今天就是以上的天地節這次兩三個月來的優化的 的介紹啦 那影片都是來自天地節的TOPTOP的官方 那希望的影片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JLB 還有追求 謝謝各位今天只有收看 拜拜 拜拜